LquidLow 第一線 我覺得它的類不是就是你身體上的類 是你在對這個產業上 你在一開始在摸索的過程中 你找不到一個好的出入的那種新類 你並沒有辦法去很清楚的 知道你未來的長相會長怎樣 但你必須透過這個過程中 嘗試、試錯、或許成功 那这一路的过程 去堆叠到现在的一个 一个不双方 南投竹山百年老面场 未来会长什么样子 第四代的蔡明佑 原本觉得和自己 没有太大关系 这边如果 越来越不越好 越来越好 我们做明的就是 要用这种的这种 做得比较漂亮 更没想到 现在的自己 不但回来接班 还跑产地 四处寻找做面的材料 就这个区块是 就阿伯是为我们 去做规划的 就是它是用轮种 所以这里的番薯 植薯都是种给我们 面场去使用的 然后它都是用 无毒的方式去栽种 竹山的特产红番薯 因为温差大 口感特别好 蔡明佑想到 如果加进面条 颜色漂亮又健康 也许能吸引年轻客群 同时还能邦邦 在地小农 一般外面他们是用 地瓜粉或南瓜粉或蔬菜粉 他们其实在制成的一个 繁琐程度来讲轻松很多 那原料的取得也相对便宜 那当然像我们这种 用实际的作物在使用的 他很常会遇到就是 如果这个作物它的产气 或它的鱼水不够 那它就缺货 那就会涨价 但他还是决定拼一把 因为这是长辈辛苦撑起的家业 蔡明佑有记忆以来 阿嬷和爸妈每天就像陀螺一样 停不下来 半夜摸黑起床做油面 再赶送给附近面摊店家 阿嬷动作比较快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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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听没什么有 在买了 还没筋 传统他们那个 在菜市场那种机器很大声 所以他们长时间让很吵杂的环境下 耳朵都有点重听 所以现在讲话跟他要比较大声了 蔡明佑的阿嬷八十多岁了 偶尔还是会来帮忙 老人家延续上一代的勤劳 让1930年开业的面场 一度生意火红 一天要用掉五十袋面粉 这是几乎全年无休换来的 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一年364天 363天在持续的供货给店家 那我们的每天的供食 可能是从早上四点到晚上八点 蔡明佑早早就逃离了 他到台南摆摊 后来又开启饮料店 直到有一天爸爸病倒了 像我爸他就是 他很长期的紧绷跟紧张 导致他很心脏出一些状况 所以我那时候要 他要去开刀 剩大概三天的时间 我就快点回到祖山 去了解这些东西 三天内要把爸爸累积 十几二十年的致面功力 全部吸收内化 还要交接所有的店家资料 简直手忙脚乱 他们老职人的精神都是记在脑袋里 所以他们没有太多的SOP 没有什么流程 所以你就要快点把这些东西先顺下 比方说像店家的资料 他记在脑袋里 店家资料有四五时间的店 或者什么能记得住 也在那时 他意识到近百年的家业 似乎该改变了 那他是逐步的去慢慢 淘汰掉一些 可能一些产业上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店家 那我们就属于那种小型的店家 那当下我们去认为 如果没有去做改变的话 可能十年二十年后 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方式 可能就是会慢慢被淘汰掉 转型就从自创品牌开始 虽然过去蔡爸爸就想到 除了传统油面 也推出番薯面来增加业绩 但最后找不到通路 宣告失败 做儿子的决定再试试看 他的改良版是挑战面粉不加盐不加水 我们希望让更多作物在面条里面 我加水也可以 只是我的作物的比例我就要调整 因为它的水分比例是固定的 可是我们希望让更多作物在面条里面搅拌 所以我们就必须把水分取代掉 但这就很讲究比例精准度 一个不小心就会影响面条品质 面条它本身它需要靠这样重复的负压 去让它的精度跟它的Q度去呈现出来 压得不够 面条就不扎实 压过头又会太硬 蔡明佑不敢大意反复实验 看那整个面条都透过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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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米粉也要成本 那些韩子的冬那些冬那些冬 那些冬那些冬那些冬 那些冬那些冬 那些冬很败冬 结果那些东西 没有那么大用 全都变成一天 当然就天一天一天一天 蔡明佑相信 这都是创业必经过程 为了增加面条延展性 它还特别加了一个动作 这通常是手工制面师傅才会做的 我们就会把它包覆起来 让它去做醒面的动作 那可能可以让它放置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它放置一阵子之后就可以到后面成型跟 折成我们要做日赛的样子 回家第二年蔡明佑还同步规划了一件大事 原本的厂房老舅她硬着头皮贷款2000万重新整理 还没赚到钱就要先花一大笔钱 种种改变让爸妈看了捏把冷汗也冲突不断 爸爸的担心其实有道理 因为好不容易熬到可以日赛的那一步 还有许多挑战等着它 它很容易出现就是我们做完的面 它会有碎裂 那会断成一片 那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也不可能给客人 所以那时候的客人就是那种小鸟 就是因为你断成那里不能给别人吃 你只能给鸟吃 这天然食材日赛面比传统工序还要繁复好几倍 日光浴至少三四天增加不少变数 像是突然来的一场雨 都会让日赛面整批爆销 好不容易送到客人手上 却也不能完全放下心 白天在拆到担担的时候 反应到早上来说 爸我们有担担担担了 结果 结果 又来北海 看他们感觉很失望 我们也会说不妨 就有我们担 就要买了也是 担担来不妨 那就要先静下心 回头再重新检查制成 一步步调整改进 但这不容易 也经常让人觉得沮丧 走不下去 你一直在期待或你对这个事业或这个产业的一个 未来是一直有期许的 可是你一直做不出成绩 你一定会多少会有一些对于这个东西的压力所在 因为你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走错路了 也许是个性里的不服输 和早期在外闯荡累积出的经验 蔡明佑习惯和自己对话 一个个找出问题 我们在南投资上 所以其实我们的学习资源跟资讯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可以 我可能为了去上课或去交流 我可能可以每个礼拜跑台北 这样来回跑 这样可能连续四个月五个月 或者说每个月去台中参加读书会 这样连续四年 这几年他分出了大部分心力 精进自己 花了八年陆续摸索开发 好几种天然食材干面 越做越有心得 日晒它面会比较蓬松 就是它我们有试过 就真的是用干燥出来的面 跟日晒出来的面 它的那个面条的蓬松程度就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我们是 就是我们把自己定为 我们是一个面条的设计师 那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念设计促成的 我们的元素就是这块土地的作物 加上我们这些面条 载体是面条 浪漫疗愈的设计背后 还要有对市场的敏锐观察 最新的研究 是设计给宝宝吃的造型面 我觉得我比较大的压力是在于 现在的状况的停滞 就是我很害怕你再做的事情停下 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是没有进步的 幸好这几年姐姐和妹妹都回家了 帮忙制作和销售 让她有心力发挥灵感创意 当然找来阿嬷和爸爸一起试吃 也是把关的重要环节 就给小朋友学习用手拿的命 让她有各种形状给女生 要吃过盒子吗 拍一下 好 盒子吗 盒子吗 这盒子吗 我现在应该耳朵听得到吧 麻烦这领语得好听 什么 说不得好听 我这边就在这边了 你吃这边 你吃这边 吸饱阳光的面 传承的不只是职人的功法 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我们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叫原始的美学 原本食物的美学 它其实是以不破坏食物的过程中 或不破坏食物本来的样貌的一个 一个心态去制作跟整个生产 改变从来都不容易 但这个年轻人办到了 蒸食物日晒面 让百年老店突破框架 也创造了与地方共生共荣的新价值